沒錯 我們今天又要來蹦直線加速賽了 我們現在人在台東 他們跑到了高達1公里長 哇賽 哇 這個賽道也太長了吧 揭曉前10名的車子可是 合法飆車就是這麼爽 快30年前的車了竟然還可以跑近10秒台 我的整個視線真的變得很狹窄 直線加速這個東西實在說會上 大家好 我是Jman 沒錯 我們今天又要來蹦直線加速賽了 雖然上一次很可惜的 在02我們最終沒能蹦贏暴改的GTR 但是沒有關係 我就想說02蹦不贏有沒有機會04蹦贏 雖然這個機率可能不高 但想說試試看嘛 就是你02都蹦過了 如果有機會可以蹦到04的話 當然要來嘗試看看 台灣其實一般沒有合法的地方可以蹦04 因為再加上煞車距離 你可能要800公尺 包括利寶 包括了順風飛行 其實它的直線都沒有到800公尺 所以一定是要政府封路才有機會 那我想說很難嘛 就是哪個政府願意幹這個事情 結果竟然有 就在我們後面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人在台東 他們跑到呢高達1公里長 蹦完完整的04之後呢 600公尺的緩衝區可以坐煞車 所以這個安全性也是蠻好的 然後我要特別特別感謝ZF04 幫我喬了一個場次讓我跑 那ZF就是04英文的意思 他們這個比賽已經辦了很多年了 他們從2020年就開始辦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帶著S Play 蹦蹦看說它的04成績怎麼樣 最後再來跟大家揭曉說 全台灣包括油車包括電車 在這次比賽 因為其實這個比賽也是各路雲集啊 包括了上次我們遇到了 阿古的那台GTR 包括我的車 還有很多全台灣各地的 改裝車油車都有來跑 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次比賽的前幾名會怎麼樣 我們就馬上開跑吧 好 各位我們準備要來跑第一次了喔 3 2 1 GO 哇 這個塞帶也太長了吧 mission 哇 超扯了 哇這個賽道跟我們蹦02的又不一樣 我根本注意力沒辦法放在儀表板上面 我只能看著正前方 真的有 bible 速度只要夠快的話 你的可視線會開始變小 哇 行得好快 它有點落賽 它一直顯示兩分鐘 它現在卡著 這個就是特斯拉 我們上次車就這樣 好 OK 它終於顯示最佳效能了 來了 適法飆車就是這麼爽 好 各位 我們現在要彈了 壓力很大 每次彈彈壓力都還是很大 我剛剛忘記講話了 哇賽 喔齁 酸 哇 哇 我覺得彈零四跟彈零二又不太一樣 零四更極限 零四你會真的覺得說 那我到底會飛到 我到底會跑到什麼程度 直線加速這個東西 實在說上 就我生活中 工作中有很多煩惱 在那一瞬間 你什麼都忘記了 各位經過了幾天呢 接下來我要來揭曉 我這一次開著我的 Model S Play去跑零四的成績 那為什麼要回到我們的攝影棚來拍攝 是因為我隔天 又去拍零二的加速賽 就是我們是先跑零四再跑零二 只是為了讓大家看 覺得說先看零二再看零四 所以那天一早 我測完之後呢 我們就環島南回 一路開去彰化 所以我們還有一支 Model S 特斯拉環島的影片 在之後會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這邊正式跟大家講 我的成績在前十名裡面 是第幾名 那如果加入我的成績的話呢 我是 第四名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Model S Play怎麼沒有跑進前三 因為我那天人在現場 然後我看到了很多的改裝團隊 其實他們都非常認真 人家都是花了可能好幾年去改一台車 所以我們這種全原廠的車子 能夠跑到第四名 我已經覺得超棒了 那來講一下我的成績 我的零四成績呢 是9秒574 然後呢尾速 也就是跑到了400公尺的那一瞬間 尾速來到了241 那這個成績呢 也比我在順風跑的成績好 因為他有幫我測02 我02的時候呢 跑的是6秒309 然後在02的時候 就200公尺 我從靜止到200公尺的時候 的時速來到192 那我記得我在順風跑的時候 只有189吧 所以那一天的狀態其實是更好的 可能也合理啦 因為我是先跑04 再跑02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揭曉前十名的車子 然後跟大家聊一下說 這些秒數代表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先揭曉後面的 就是5到第十名 然後最後再來揭曉前三名 第五名呢 是一台爆改的R8 然後它的成績其實跟我很接近 9秒62 所以我們差了不到0.1秒 04就是在拼那個0.1秒 0.2秒 然後第六名呢 是一台GTR 其實非常多GTR進前十名 然後這台GTR呢 是由DASP德亞車隊改出來的 它是9秒82 然後接下來是第七名 這個很酷喔 這是一台1996年的Mitsubishi EVO 我想說哇靠 快30年前的車了 竟然還可以跑進10秒台 然後它跑了9秒857 超強 有機會可能可以跟它聊聊 它是怎麼爆改它的這種 二十幾年的EVO 真的是JDM魂很敬佩 它是由美濃常新車隊改出來的 第八名呢 也是由美濃常新車隊改出來的 是一台SUBARU GC8 跑了9秒987 這邊都還在10秒台 第九名呢 是JW車隊 是一台奧迪的RS3 這台應該也是有改啦 原廠的RS3 可不確定 應該跑不近10秒 它跑的是9秒992 所以基本上的04 你只要可以跑得近10秒 應該就有機會進全國前10 這個10秒內是滿難進的 然後第十名呢 是一台2019年改裝的BMW M5 然後也是由JW車隊改出來的 然後它跑的成績是10秒.046 就接近近10秒 接下來 我們來看前三名 是什麼怪物 真的是一台皮一台誇張 首先呢 第三名是一台TTRS 這是2018年的TTRS 然後也是JW改的 它跑的成績呢 是9秒26 9秒26 這個就超快囉 這個比我的9秒57 差的整整快0.3秒 0.3秒多 然後呢 第二名是一台GTR 是由辛龍集團改出來的 近9秒台囉 各位 8.931 超級 超級快 接下來我們揭曉 本日冠軍 可能已經有些人猜到或知道了 沒錯 就是阿古 也是由JW車隊改出來的GTR 它跑的成績呢 跟鬼一樣 8.837 不但近9秒 它還近了8.9秒內 那來講一下它的尾速 我的尾速剛剛前面講 在400公尺是241 然後呢 阿古它的尾速在400公尺通過的時候 來到272 這是什麼概念呢 它花8.8秒跑到272 所以如果只要它響 然後只要台灣沒有限速 它應該在10秒內 可以從靜止 跑到跟高鐵一樣快的速度 真的是很強 所以呢 02的地表最速戰 贏的是阿古的GTR 然後04呢 這一屆 贏的也是阿古的GTR 那回頭來講一下我自己的成績 我覺得Model S Play已經超級強了 因為我們進的這個組別叫做 全國最速挑戰組 無線改裝組 然後呢我們是全原廠 去跟人家的無線改裝PK 然後可以得到第4名 我個人已經是非常的欣慰 它還有給我前50名的這個名次啦 比較有趣的是 有一台特斯拉P100D 19年的 就是S Play上一代 它跑出來的這個時間呢 是10秒8 然後呢也是非常快 但是就進不了10秒 將近要11秒 所以能夠進10秒的車都非常非常快 最後要跟他講一下說 German我看國外跑那個S Play 都進有些進9秒台啊 8.8秒 8.9秒 為什麼你跑才9.5秒 我來跟大家講喔 04加速這個東西呢 它要考量到天氣 然後胎溫 胎的那個人 重點是這個04的跑道平不平 那我們這一次04的賽道 其實是到中後段有一點點緩緩上坡的 我有去看國外跑的那個 8.8秒 8.9秒的那一台S Play 它是要改裝的 它改了輪胎 然後把那個輕量化 應該把一些座椅拆掉等等的 重點是開的人應該比我輕 因為我90幾公斤 我腹胖 所以我覺得S Play 改一改應該會更快 但你要說能到 能贏前兩名這兩台嗎 我覺得有點難啦 就是再怎麼改 畢竟它本身車重還是很重啊 我覺得在改裝上 GTR真的是沒有上線 真的超強 最後呢也是非常開心 可以跑這一次的04加速賽 我們完整的02跟04都跑了 然後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台去這樣子測的 特斯拉的Model S Play 理論上只要是S Play 都可以跑出這個成績 甚至比我快 因為只要比我輕的話 應該就會比我快 但是千萬不要在平面道路上試 好不好 你踩一秒可能就掉牌 真的太快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發動影片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